俄罗斯要在9号胜利日宣扬乌克兰战果的消息沸沸扬扬 但其实俄军节节败退 外媒报导普京政府光弥补士兵薪水跟损失军武 每天要烧265亿台币 现在还传出协助俄军作战的乔治亚清俄分离地区士兵 悲观预言认为俄军会战败 乌克兰参谋本部指出 乔治亚分离地区南奥塞提亚 有150位士兵接受俄军调动 结果发现俄军车开不动 枪开不了只会一团乱 痛批被俄军欺骗 很快就抗命返乡 并向他们领袖说 相信俄军会战败 而后称普清私人军队的瓦格纳傭兵团 还在社群媒体抱怨 说要打赢战争还需要60到80万人 否则就会输了 同时西方军援乌克兰的M777榴弹炮 据传建立战功 精准打击多辆俄军战车 乌克兰军方更释出影片 说俄罗斯最精锐的T90M战车被击中 便大块焦黑废铁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